不知道該說什麼 讓你懂 希望世界能夠 替我說 廣眾的新生活運動宣言 好像這一次越來越多 之前就是告訴大家我們要吃早餐 然後這一次又增加了 希望大家能夠用微笑面對生活 然後要Oh yeah 這樣子就叫快樂 你的人生觀就是這樣子嗎? 對 這就是我的人生觀 像剛剛講到的就算惡夢包圍世界嗎 我覺得我之前有很多個 就是我自己的經驗就是 我會覺得這樣的方式是會比較 像是出車禍啊 然後我也轉過戲嘛 轉戲 然後我覺得這些事件其實都算是人生中的 挫折 對 算是 然後對啊 其實 但是我都很快的就 像是車禍 就是很快就 反正腳就斷啊 不然成這樣 然後就 對啊 繼續 對啊 練吉他什麼的 對啊 就是要一個比較 對啊 面對這些事情要有一些輕鬆的 態度去解決它 對 所以其實現在的廣眾 也是可以希望用你的音樂啦 這麼說好了 裡頭所傳遞出來的那種感覺 那當然除了音樂之外 我覺得你人也給人家這樣的感覺 就是希望說 我常常都覺得看到你喔 就 好像在你身上找不到 什麼叫做 不開心 或者是壓力很大 那樣子的感覺 就當然你一定會有你自己壓力大的地方 是 比如我印象很深刻 在上一次了的吧 反正上那個 就是有一個歌唱的節目 哈琳哥主持的 嗯 然後你從何到尾就是 別人都是緊張的要死 然後你就是這樣 呵呵 還唱了不少關欸 我印象中 還有唱台語歌還是什麼的這樣子 是喔 是喔 對啊 因為我的生活觀就是 就每天都要有快樂啊 然後 就是快樂很重要 然後 對啊 你快樂也是一天 然後你自己悶在那邊也是一天 對啊 何不這個敞開心胸這樣 你自己回笑 你這一輩子 截至目前為止 有沒有哪一段時間 或哪一件事情 你個人認為 會是最不開心 甚至幾乎差一點點要被打垮的時候 有過嗎 那如果真的 我覺得就是車禍那一段欸 喔 或者是要轉戲的那一段 嗯哼 對啊 因為 因為其實我電器系 讀了一陣子了嘛 然後 想說 對啊 這樣轉戲會不會有人生 就跟別人不一樣 還是什麼 就是在那邊考慮很久 然後猶豫 然後就自己很悶這樣 嗯 但是其實現在回頭 回去想 就是看回去 其實也覺得還好 耶 嗚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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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嗚呼